我们今天是2月2龙抬头 在隐态世界里 龙身这个家族 种类将近200种 这是在孔雀冥王经中 我们计算过的 数量无量无边 在佛经中 在这个法华经 龙女献诸 当生成佛 还有佛说 海龙王经 等等的华严经 都有关于龙王 龙神的章节 它是我们天龙八部中的 护法众生 是属于神明类的 那么神明类的 不是我们今天科学的手段 所能认知的 这是我们今天2月2龙抬头 我们要结合着物质界的龙抬头 和暗物质世界的龙抬头 反物质世界的龙抬头 这个反寒物质世界的龙抬头 来重新认知我们这么不大精深的2月2的文化 而不是变成糟粕的文化 变成网络上那些只说民俗的文化 这就把我们祖根文化的神随和精随 丢失了 那么我们来说说2月2的天地人文化 2月2天的文化 大家在这个网络上看到了很多 我们地球围着太阳转一圈 这有个轨道 这个轨道叫黄道 我们有赤道 赤道就是地球自转 形成的一个轨道 叫赤道 那么地球围着太阳转 有个轨道 叫黄道 我们的地球 大家可以看大屏幕 是围着太阳在转的 地球围着太阳转 会形成一个轨道 那么这个轨道 叫黄道 这个黄道 围着黄道的星体 中国有一个星观图 星观图 这个里面 把这个围着这个轨道的 和地球相关的星体 这些星体叫恒星 它跟太阳一样 是属于恒星 它自己会放光 所以是这些恒星 它把它分成了四大空间 位于东方的叫青龙星宿 位于西方的叫白虎星宿 位于北方的叫玄武星宿 位于南方叫朱雀星宿 那么其中东方星宿 东方星宿 像一条龙 大家看到的这个东方星宿 东边一条巨龙 一条巨龙 这叫象形文化 什么叫象形文化 这个 它叫象龙 它叫象龙 这个天人合一的智慧 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贵宝 也就是很少有这么一个民族 从古之间 特别重视天象 因为我们是天人合一 所以是天上发生的事 和我们是有关系的 不是人是孤立的一个生命全体 它是在地球 以地球为载体 在空间界 是受空间界 所有的星体 还有各种生命体的 相互关联 缠联的这么一个生命群体 这是古人的认知 那么二月二龙抬头这一天呢 它这个在龙宿 这个在东方青龙宿里面 它有七个 有七祖星组成 其中有这个角朽 在这个龙头的这个鸡角 它有角朽一 角朽二 那么角朽一将比角朽二呢 代表着龙的两个鸡角 龙的鸡角 下面有一个叫康 康朽 康朽是龙的咽喉 康朽下面 有四颗星排列成一个 薄气形状的 叫底朽 那代表龙爪 那么龙爪后面有 黄朽 心朽 尾朽 起朽 代表龙的心脏和尾巴 所以这样我们再来看 这个龙抬头的这个婆婆 大家就知道这是一种真的文化 什么叫真的文化 不是你说的文化 也不是我说的文化 也不是某一个圣者说的文化 而是数而不错的文化 也就是对客观天体 对我们众生的影响的真实描述 这是逢所有的东西 你要求真 二月二龙抬头这一天呢 是在东方 我们黎明时空 黎明时间 太阳为出来的时候 你往东方看 可以看到龙的两个基角 在地平线冒出来 这就是天 关于天的 二月二的龙抬头的石像 那么关于地的 二月二的石像是什么呢 二月属于卯月 我们是这个 这个诗月见子 正月见银 子丑银毛 某月某日 然后这一天 二月二龙抬头 这个对应着是 天干是甲乙 对应着地支是宝 甲乙属木 这个银毛也属木 说是纯木之下 源自东方 那么这一天的地气 我们地球的气在哪里 所以是见龙在田 这是牵挂九二阳 对应着九二中正 这个见龙在田 立奸大人 实际上那个叫立宪大人 我们今天在解读 这个易经的时候 都有错误的认知 也就是说 在二月二这一天 刚好 从冬至日开始 地心一阳升 到二月二 刚好地阳之气 到地表 之前给大家讲课讲到 天气下降 地气圣生 万物生烟 也就是天气和地气的交构 在为天父地母 会使万物得以兴旺昌盛 说是不单人在这一天 会得益于天地 阳气在体内的交构 而开始醒神 你的精神 精气神 开始旺盛起来 然后开始准备 这一年的收获 万物也在这一天 开始得益于天地之气 而开始萌芽 特别在长江以南的地区 现在已经开始 地表已经开始绿了 这个是什么 天地的实相 也就是天地二气 交汇于地表 献龙在田 立献大人 什么叫大人 我们修德 修身之人 为君子 不为大人 什么叫君子 君子坦荡荡 重视人德 义德 理德 智德 信德 修为的人 成为君子 也就不坏自己的道德 不坏自己的德行的人 成为君子 但是不是君子 都见 都是大人 那么怎么样才能成为大人 龙精虎眼 精神饱满 义气飞扬的人 神采飞扬的人 得势之人 为大人 不是说当官的才是大人 你是一个做商人 你是一个很富有的 有德行的商人 就是大人 你是个文人 你的文采飞扬 然后振奋人心 被人称道 李白 杜普 这些官当的不大 但是都是大人 当然了 你在做宰相 做将军 保家卫国 为天下黎明百姓 奉献自己的体力精神 智慧的人 也称为大人 所以是得势之人 得势的君子为大人 献龙在田 是自己的地龙 外面的地的地龙 上面天的天龙 相交于体内 在自己的下丹田 都起这个位置 相交合 那么这个时候 你是一个修身的君子 但是未必是大人 要想在今年一年 成为得势之人 成为一个大人 你非得在利用 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的 这个时空点 修身 这是借着天时地利 来一个人和 修身 用天龙之气 地龙之气 踩天龙之气 地龙之气 在自己体内的下丹田 和合 内外两重天地 内外两重大消息 真消息 真正的得以完成 那么这一年 你会意气风发 然后变成得势的君子 变成大人 所愿 悉令满足 所以大家要重视 我们今年开春做了开运 帮大家做了开运 我们正月十七 帮大家做了开运法会 那你是否真正地 能借助 这一年的好运到好运势 你必须做一个 精气神饱满的君子 那你如果不借着 下来的七天的 这个时空点修炼 你很难成为一个 真正的大人物 年年我们二月二 都做龙抬头 你年年成为得势的大人 你这一辈子 就是个得势的大人 你年年大人 是不是一辈子就大人了 所以我们传统祖根文化 要懂得祖先们 为我们总结出来的 这个天地道德的规律 规则 我们能否相合相应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不是只是闹一闹 点个龙灯 然后放个龙船 吃点龙食 这么简单 是要借助这个天时 地利人和的时空 好好地望一下自己 这只有通过内修 才能真正正德 这是什么 这是二月二龙抬头 从天时来讲的 二十八星要的东方星宿 龙抬头了 从地气来讲的 我们的地龙 一阳真气真德 抬头了 那么我们人要合上去 人内在的这条龙 也要抬头了 你们不要整天睡不醒 像个老病夫 人家以前骂我们 东亚病夫 我们现在不能再做病夫了 不做病夫就做条龙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红阳阵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